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让我们再一次同心来祷告 是的 至高至圣主 耶稣基督 今天我们众人来到宝座的面前 一起来朝拜 敬颂 纪念 复活的主 为我们而死 也为我们而活 因此我们也可以与基督同死 也与基督同活 因着你活着 生命充满了希望 今天早上我们一起来到这位荣耀掌权 复活之主的面前来敬拜 愿主越纳我们一切的敬拜 也赐给我们从里而来的话语 让我们明白你在我们人生中 在教会内一切的指引 愿主你向我们说话 你的权柄直到永远 今天求主掌管我们心中的思维 让我们全然归向主 谢谢主奇妙的恩典 继续引领我们的敬拜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感谢主在复活的主日 我们可以一起透过诗歌 透过弟兄姐妹彼此的关怀 也透过接着下来 从圣经而来 神的真道继续来敬拜他 在四月份开始 我们就开始了启示录的信息系列 感谢主今天我们要来到这一段 与复活节非常相配的经文 这段经文给我们看见 这位复活的主是一位荣耀掌权的主 在启示录第一章四到五节之中 我们已经上两个礼拜都看过了 因为在这里给我们对耶稣基督 有一个三方位的了解 这位主是忠诚见证的主 也是首先从死里复活的主 我们用了两个主日来分享这一段真理 今天我们要进入第三个层面 就是这位主是在地上诸王 统治者的耶稣基督 这一位耶稣基督是在地上做统治者的 换句话说 这位主是一位奇妙的主宰 引领我们 我们一直这样想 基督是教会的主 既然教会有这样子奇妙的一位主 那么主的教会应该有什么样的回应 这个思维带领我们过去两个主日 我们已经想过了 基督是忠诚见证的主 所以教会的回应应该就是一个领受和传扬的教会 第二个层面 基督是舍己拯救的主 于是教会应该是一个相爱和跟从的教会 今天我们来看第三方面 基督是教会的主 他既然是这样的主 主的教会应该有什么回应 那么今天教会的主的描述 刚刚从一章五节 已经有了一个很奇妙的宣告 这个宣告就是 他是在地上做诸王统治者的耶稣基督 不只这个宣告 在后面的经文里面 也有一段描述在启示录第一章12到16节里面 给我们看见 这段描述说什么呢 这段描述说到 我转身要看 谁向我说话 于是我就看见了七个金灯台 在灯台中间有一位像人子的 站在那里 身上穿着锤道脚跟的长袍 胸前系着金带 他的头发鱼像雪 也像羊毛一样的洁白 他的眼睛像火焰那样闪耀 他的脚像经过锻炼 又擦亮了的铜那样明亮 他的声音仿佛大瀑布的声响 他右手拿着七颗心 口中吐出一把双刃锋利的剑 他的脸像正午的阳光 现代中文一本 把耶稣基督的那个荣耀的描述 非常口语化的让我们看见了 当然要了解这样的 启示文学的文体 所描述出来的荣耀的主 我们就必须要追溯 所有的这些的描述 是有一个非常深厚的旧约的背景 譬如这里提到人子 是在但以理书第十章 对那一位荣耀者的称呼 譬如这里讲到的 穿着长袍金带 那是出埃及记二十八章 对大祭司的服装的描述 譬如这里讲到的白发 是但以理书第七章 对那一位亘古长存者荣耀的描述 其他的譬如这里讲到铜的脚 以西节书讲到 那是一双大能的脚 瀑布的声音 那是诗篇 这个以西节书四十三章那边 继续讲到的 那代表着神话语的能力 还有口中出来的两刃的利剑 代表着从主口中出来的真道 带有十分强烈的能力 最后脸面烈日放光 是无限荣耀的描述等等 所有的这些旧约的语言 放在启示录中 综合起来就给我们看见 这一位耶稣基督 在地上诸王掌权的 这位耶稣基督 的的确确是一位荣耀的主 这个宣告 这个描述 给我们看见基督是荣耀 掌权的主 好了 在复活节 让我们再一次认识这位 复活荣耀掌权的主 岂不是非常贴切吗 不过 我们不能停在这里 为什么呢 因为基督是荣耀掌权的主 祂是教会的主 那主的教会应该有什么回应呢 这就是我们要继续思考的 在今天的崇拜之中 我们恳求主的灵 带领我们 让我们在这个角度上 有从圣经而来 真道而来的领会之后 也实践在我们的生活之中 人的智慧有限 我觉得更好的方法 回到圣经之中 来寻求这个解答 其实在启示录第一章 从这个十七节到二十节 有一段非常清楚的 面对这位荣耀掌权的主 应该如何回应 那里记载了约翰的回应 其实约翰的回应 也就是教会回应的一个典型 那你说什么呢 第十七节说 约翰一看到这样的一位 荣耀掌权的主 我一看见他就怎么样 扑倒在他脚前 像死了一般 死了一般的意思 就是不能动了 不敢动了 然后这位主 用右手按着我说 不要怕 圣经每一次提到 对一个对象说 不要怕的时候 譬如这里主对约翰说 譬如天使对着牧羊人说 譬如种种的旧约新约出现的 任何对着一个对象说 不要怕的时候 请问那个对象怕不怕 当然怕了 他不怕就不要叫他 不要怕了是不是 所以这里表示 约翰非常的敬畏恐惧 到一个地步 趴在地上 动也不敢动了 这里代表着什么呢 教会的回应 透过约翰这个个案 那就是 福福敬畏 是吗 现在的社会 我们已经很难得 学习什么叫做敬畏 是吗 越年轻的 那个世代 就越难得了解 什么叫做敬畏 我记得我的祖母 她是清朝末年的人 我从她口中学会了一点点 什么叫做敬畏 她说我小的时候 她小的时候 清朝末年 这个县大爷出巡的时候 在路上所有的人 都要跪下趴下头 不准看 这个叫做敬畏 现在我们已经没有这种场景 没有这种场合了 我们实在不太容易了解了 民主政治 对做官的人 跟清朝帝皇政治 完全是两件事 所以我们比较难学习敬畏了 家庭伦理 可能在我或在上一代的人 我们还有一点叫做 对长辈的敬畏 是不是 我爸爸一讲话 所有人停止 不能再讲了 再往上的辈分 那更是了 我们还好像了解一点点 但是不论我们是怎么样的 学习敬畏这个功课 现在我们所敬畏的对象 不再是长辈了 不只是官员 或者甚至皇帝了 他是哪一位呢 是这位荣耀掌权的主啊 所以在你和我的属灵 生活实践之中 我们实在要学习这个敬畏的态度 我还记得多年前 我刚刚读完神学院 回到教会侍奉 当年我那个母会 当时有一位主任牧师 在家我一位是传道人 有一次呢 我们就请了一位 从韩国来的牧师 来教会讲道 那么我们都是 传道人都坐第一排的 主任牧师 我坐在他旁边 然后韩国牧师讲道 哇 讲得非常兴奋 我就坐在那边 听得非常入神 突然间 这位牧师停下来了 哇 一个讲员讲道 停下来 你可要特别注意了 是不是 然后呢 他就指着我 我刚好就坐在正前方 停下来指着我 然后说 无传道 你听讲道 怎么脚翘起来啊 当时是的 我的两只脚是这样子 不是翘在前面的椅子上 是这样子 哇 我一听 赶快把脚放下来 当然 这个知识 是有文化背景的 有文化背景的 假如你现在脚翘起来 你也不必紧张 因为知识本身 是有文化背景的 在他的文化里面 主日崇拜 敬拜神 是绝对不会这样做的 所以他把他的文化了解 也放在我们的这个教会 当然 现在的文化背景如何 当然又有差别了 不过 文化背景是一件事 我们心灵中 表达敬畏的心态 却是永远不变的 对吗 可能我们现在 不一定是不是翘起来脚了 但是心灵里面 对主的这种敬畏 我们的确要好好学习 这个敬畏的态度 才可能带来 虔诚的敬拜 没有敬畏就没有敬拜 今天师班带领我们来到 师恩宝座面前 我亲眼看见他们 练习的敬畏感 我没有办法 每一次跟他们一起练 不过最后预演的时候 我是在场的 指挥 杨磊 你跟他一起唱歌可要敬畏一下 因为他很足注意细节 为什么要这样子 这是一个敬畏的表达 你知道吗 将最好的献给主 所以当中 把所有的错误应该提早改变 改善 改正 对吧 这就是一个敬畏 把声音唱得最正确 拍子做得最正确 这个不是吹毛求疵 这是一个背后反应 敬畏的态度 是的 我们要把最好的献给主 这个叫做敬畏 约翰看见这位荣耀掌权的主 于是他就趴在地上 动也不敢动 直到主说 不要怕 讲完了不要怕 继续这段经文 又讲了一段非常重要的话 主对约翰说不要怕 然后他说 我是开始 也是终结 我是永存者 我曾经死过 现在活着 并且要永永远远活着 我掌管死亡和阴间的钥匙 意思就是死亡和阴间的控制力 在于我的身上 你要把所看见的 无论是现在 还是将来要发生的事 都写下来 这个是中文翻译了 不论是现代中文译本 和和本或者其他的译本 中文必须这样子翻译才顺 不过原来的字眼 都写下来 其实只有一个字 就是写 中文不能这样子翻译 所以要把它顺一下 其实是一个非常强烈的命令 写 写什么呢 把你所看见的 不论是现在 还是将来的事 写 就这个意思 这是一个命令 这个命令代表什么 当时你要设身处地 你好像在约翰旁边的话 哇 约翰趴在地上 趴得要死 动也不敢动 然后这一位荣耀掌权的主 按着他说不要怕 然后就讲了这一段话 这段话的其中一个重点 就是那个命令 写 意思就是 约翰 你不要继续趴了 写要起来的 写 起来 起来做什么呢 写下来这个命令 其实背后 就是给我们看见 在前程敬拜之后 那个不是最高潮 最高潮是什么呢 侍奉的使命 对吗 你趴在那边敬拜 哇 我们也 诚心诚意地敬拜 不过 主的心不因为这样而满足 约翰 起来 写 意思就是 约翰 起来 侍奉 弟兄姐妹 侍奉神的最高潮 敬拜神的最高潮 不是唱得非常的 投入 专心 准确 那是好的 今天我们都是如此了 非常感谢主 不过那个不是最高潮 敬拜神的最高潮 是起来 侍奉他 所以 这位 荣耀掌权的主 是教会的主 那么 请问 教会应该有什么回应呢 那就是应该做一个 敬拜和 侍奉的教会 在一个正确敬畏神的敬拜之中 我们也可以这样说 就会自然 导引 敬拜心中的热潮 而带出来的侍奉 那样的侍奉 不是为了 人家邀请的人情压力 或者呢 A也去了 B也去了 我不去 不好意思 面子问题 不是这种动机了 一个从心中 诚心的敬畏 带来的敬拜 继续发展下去 很自然 我们必定的 就会说 主啊 你这位配得荣耀尊贵 荣耀掌权复活之主 我不但敬拜你 我甘心情愿来跟从你 侍奉你 所以 敬拜的最高潮 就是侍奉 求主恩待 其实 今天各位的周报 有很多侍奉的机会 当然这些机会 不是只登在周报上的 才是了 是不是 不过我举几个例子 平安夜 现在才四月就讲平安夜 是啊 平安夜是一个很重要的 接触社区 接触人群 广传福音的好机会 是吧 所以 黄安堂老早就开始预备了 现在正在征召 节目 影音的童工啊 早早来加入这个 侍奉的团队 当你的心灵 今天有一个这样美好 敬拜的时候 敬拜的最高潮 是 侍奉 譬如 看到什么吗 啊 我们的VBS要来了 是不是啊 哇 每年有五百个孩子哦 哇 所以我们需要有两百位同工啊 已经有好多人加入这个侍奉团队了 请你看周报的细节 一起来 让我们的下一代 也能够因为我们的投入 于是得到许多鼠林的造就 对这个社区也提供了许多鼠林的供应 你看到什么吗 还是小孩子是不是啊 是啊 孩子不是只有孩子 是很多老师 所以我们有师资训练 你假如不知道怎么跟孩子教导 没关系 训练 接受训练装备 你就能够向前侍奉 2019年儿童艺术节 马上开始 今天你进入大堂的走廊 你已经看到有一些的作品展示了 是不是啊 这也是一个侍奉的机会 接触社区经历改变 你看到什么吗 现在 有点不太跟我们一样的种族 是不是啊 是的 2019印度短选 也在征召人才 细节请你看 周报里面所有的公告 当然 侍奉不是只有登在周报的才算 好多人是默默的 在各个层面 侍奉神 是的 这里只是举例 当然 下个礼拜 我们有敬礼 在敬礼中有福音信息 欢迎你 邀请你的朋友来 这个福音信息叫 为谁辛苦 为谁忙 我相信 世界上好多人还在思考这个问题 求主恩待 你带你的新朋友好友 一起来参加敬礼 虽然你的受敬的人不一定跟你是什么特别的关系 不过敬礼本身就是一个见证 是吗 然后就在敬礼的过程之后 我们有福音信息 求主使用 为那个聚会祷告 带领弟兄姐妹来 这些都是直接的 间接的 有形的 无形的侍奉 再次说 侍奉不是灯带座报的才是 各样的机会都可以侍奉 以上只是举例 为什么呢 因为教会的主是这位荣耀掌权的主 我们有这样的一位主 当然主的教会应该是一个敬拜和侍奉的教会 求主借着祂的话 今天向在座每一位发出护照 向每一位产生感动 也向每一位征召带出行动 这位荣耀掌权 复活之主 佩得我们敬拜 佩得我们侍奉 我们一起祷告 谢谢主奇妙的恩典 你透过启示录这段经文 让我们对耶稣基督三方面的奇妙身份 再有一个深入的了解 更是引领我们去思考 来到教会之主 耶稣基督的面前 我们应该有什么样正确的回应 求主继续引领教会 使我们走在祢的旨意当中 一起侍奉 一起同工 经历祢在我们当中 荣耀掌权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